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可能让你无法想象得到 他们宁愿自己吃很多的苦 却不愿儿女忍受一点的委屈 在物质上 父母对于子女多半都没有保留 常常倾尽自己所有 为的是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 孩子结婚买房完全就是父母的义务 父母辛苦养育子女长大 盼着他们长大成人 盼着他们毕业找到一个好工作 盼着他们结婚生子 原本以为只要孩子毕了业就好了 毕业后却还是要为他们工作发愁 后来觉得孩子找到工作就好了 工作之后却还要为孩子的婚事操持 都说子女是父母欠下的债 从孩子落地的那一刻 这一生都在为了他们操劳 而子女也早已经把父母的付出 当成了理所当然 身边有很多年轻人 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就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 责怪父母 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家庭 没有给他们准备好房子和彩礼 不知道何时期 结婚买房也都已经成为父母的事 不过普通家庭的孩子 买套房子 确实是需要积全家之力 父母掏出大半辈子的积蓄 才能够让孩子安一个家 父母帮孩子出房子的首付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事项 作为父母 爱护子女的心情可以理解 如果儿女过得确实不够宽裕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经济上时不时给予一些补贴 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高房价的时代 儿女们刚工作几年买房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父母若有条件能补贴一下 帮忙出个首付 势必减轻不少儿女的负担 可是 有些父母为了孩子 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 倾其所有购房 甚至还有的卖了老房子 为的是给儿女一个舒适的家 这些已经超出了能力范围 电视剧 《暗家》中的老爷夫妻一生辛苦 洗澡贪黑 卖了几十年包子攒下的钱 给儿子全款买房 结果他们两口子带着全部家当 投奔儿子时 却发现亲家母住在那里 儿媳对其带搭不理 儿子也只是落下 依据你们先回去吧 老两口不得不重操旧业 在风筑残年中 又卖起了包子 毕竟以后还要过下去 没有钱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的老人 帮助儿女买房后 又担心孩子们上班挤地铁 乘共交太辛苦 还拿出养老钱帮忙买车 一颗心都扑到孩子们的身上 如若儿女懂得感恩 将来好好回报父母还行 若是遇上老爷夫妻那样的孩子 晚年生活 又拿什么作为保障呢 所以老人手中再有钱 也不要悉数花在儿女身上 有些忙不能全帮 给孩子一些压力 才会有生活的动力 否则你把他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他还有心思努力奋斗吗 哪怕你再有钱 房子的贷款 一定不要帮子女还 因为如此做 只会助长孩子的懒散 让他们缺乏责任感和担当 人在退休之后 及时手上再有钱 也不要给孩子生活费 因为这种爱 只会让孩子养成依赖性 彻底毁了孩子的未来 人老了 看待万事万物 应当多一份智慧 我们与其事无巨细地 将孩子捧在手心里呵护 不如放手让孩子自己在生活中闯荡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难发现 有孝心的孩子 从来不是父母无底线给钱溺爱出来的 而是由远见的父母 准准教导培养出来的 金钱是一把双刃剑 唯有用在正确的地方 才能给人带来幸福 一个活得清醒的老人 从不会无底线地给孩子生活费 而是引导孩子自己去创造金钱 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 否则你掏空了你自己 也很难换来子女的孝心 还是把钱握在自己手里最安心 二 别给子女玩乐钱 以免子女玩物丧志 人一旦上了年纪 就需要为自己多留点钱 不要一分一毫都告诉子女 而且 作为退休老人来说 最好不要把钱给子女去吃喝玩乐 曾听过一句话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生活中 有些父母只实践了后半句话 唯恐自己的孩子吃苦 所以拼死拼活地赚钱 也要满足孩子的心愿 殊不知 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是克制 真正有智慧的父母 懂得克制孩子的欲望 不会一味地给钱 让孩子吃喝玩乐 人都有劣性 容易玩物丧志 一个人到了晚年 手上即使积累了再多的财富 想要给孩子安稳富足的生活 如果不懂得合理运用 终究会人去财空 要知道 父母一味地给孩子玩乐的钱 只会让孩子失去拼搏和斗志 沉溺于享受之中 无法自拔 等到父母撒手人寰的那一刻 孩子的生活也将走向下坡路 三 别给儿女投资钱 以免自己玩尽凄凉 如今这个时代 靠工资发财支付 基本上是比较难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挖空心思 找些事情去做投资 赚一些外快 贴补家用 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 多一些赚钱的渠道 可以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 但是作为父母 在儿女伸手要钱 想投资生意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对老年人来说 赚钱的渠道越来越窄 退休以后 也只是拿着退休金 但是身体若是突发状况 花钱的数额也不会很小 手中握着一些存款 再也不会在疾病找伤门的时候 惊慌失措 也不至于去伸手向儿女们要钱 增加他们的负担 做到自己自足 其实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 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要做生意 或者投资什么项目 一股脑把养老钱都交到他们手里 投资有风险 想赚钱就要做好 可能会赔钱的准备 对于年轻人来说 若是赔钱了 但胜在年轻还有机会翻本 可是老年人呢 又该怎么办 养老钱是自己晚年生活和尊严的保障 即便儿女说的天花乱坠 也不要轻易动摇了心子 碎了他们的愿 别拿自己的晚年作为赌注 退休以后 不管你有多少钱 也要学会在儿女面前 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这不是自私 而是对孩子们的负责 一则 你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 儿女们就可以专注于 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中 不用为父母的生活费用而犯愁 也不会担心父母生病时 无钱可医 加重小家庭的负担 二来 该给儿女花的钱 也不要太小气 毕竟以后养老 还是需要儿女的照付 若是因为钱上的事 含了他们的心 以后大家相处 就没那么融洽了 三 懂得什么钱该给儿女 什么钱不该给他们 拒绝不合理的要求 让儿女学着独立 因为你越溺爱儿女 越会养成他们不负责任的心理 没钱了就伸手向父母要 你有钱的时候能给他 若是钱被掏空了 他们又该如何待你 祝愿每一位老人 都能够处理好钱财 和儿女之间关系 都能拥有和谐幸福的晚年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在哪里 Iz颖 我们的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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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贵 我们的不贵